女孩睡进土坑里 刨着泥土 亲手活埋了自己 临死前 再次想起了那天反常的爸爸 自打妈妈去世后 这是爸爸第一次带自己出门旅行 新衣服 新鞋子 大蛋糕 爸爸买了好多东西 可他万万没想到 旅行的终点 竟然是一家孤儿院 等到女孩察觉不对 转身冲了出去 却只看到爸爸的背影 原来 爸爸嘴里的旅行 是一场欺骗 回到屋子里 大家在分蛋糕吃 他还以为这个蛋糕是自己的呢 可惜 是送给孤儿院的礼物 他躲进了孤儿院的灌木丛里 为什么爸爸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是因为我不小心 用别针伤到了弟弟吗 后妈和爸爸都来责怪我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孩子们吃过蛋糕之后 就拿木棍来刺他 阿姨把孩子们赶走 叫他出来吃饭 他还是不懂 直到半夜饿极了 走进屋 却发现最后一块蛋糕也没了 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阿姨把他抱回屋里睡觉 小孩们议论他 说他以后也要住在这里了 他听到这里 再次哭了 吃早饭的时候 他故意把碗打翻在地上 阿姨让他收拾干净 一个年纪大点的姐姐过来安慰了他 并帮他打扫 他找到院长 说自己不是孤儿 他要给爸爸打电话 他要回家 但院长却说 这里没人是孤儿 他们都是被家长送来的 他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鼓起勇气翻上墙 姐姐跟着爬 想把他拉下来 阿姨怕他受伤 干脆打开了门 他疑惑的回头望了望 最后还是选择离开 他是多么想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这荒郊野里 felirat 他就才皇上 他想逃离 酒 回来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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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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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前走 两个外国人满怀期待地看着她 她没有犹豫 抬起头 静静地走了过去 人生就像一段旅行 我们只能向前走 在受伤中坚强 在泥土里成长 无论舍不舍得过去 你都要到达下一个充满希望的远方